我這個節目就很少評論大陸的東西 當然我不是中國問題專家 但是我過往前線記者的經歷一段時間走海峽良岸的新聞 對大陸的問題有興趣 我不評論原因是因為我們看這個頻道的聽眾觀眾未必很有興趣 第二就未必是預期我會講大陸的東西 可能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我那種無力感和無奈感 你說了又怎樣 來我們這麼遠 你評論了之後都不能夠改變現狀的 說來都無謂 今天這一單我就認為 我都忍了一段時間不說不行了 低端人口 好我想大家留意新聞網上面的這個洗版都對這個四個字 低端人口的四個字不會陌生的 低端就相對高端 高端的意思就是那些 high class的那些 低端的意思就是地底泥那種 其實事情就不是很複雜的 都是很符合中國國情的 就是前個禮拜北京就有一個 你可以說是一個大集院來的 就是有很多外來人口聚居的地方 突然間就有很多劏房在那裡 發生一場大火死了很多人 北京政府就 大規模做一些叫做排查的工作 就排除這個隱患結果呢 全個北京市有很多個地方 就是數以百計的地方 就是這些外來人口聚居的地方就被這個北京的 我不知道是城館公安等等 非常粗暴地去趕走 在這個非常之凍的天氣地下 在寒冬底下趕出街 要他馬上離開北京城 這班是什麼人來的 這班可能是來自附近 甚至更遠的這個省份的 這個農村的農民工 他們在北京市 其實都已經很長的時間 有些人工廠都開賣 超過十年的人就很多的 開賣做一些小買賣 但是大家知道在中國大陸 這些社會的邊緣人 你很難 會在那裡 立足得到的 除非你背後有一個 很強大的政治力量 還有一件事令他們 沒辦法去扎根的 就是因為戶籍的制度 你沒辦法去拿到一個城市的戶籍 農村人是沒辦法拿到城市的戶籍的 在那裡出生的或者農村出生的嬰兒 都沒有辦法去讀 由政府資助的學校 很多所謂的農民工學校 開了之後 政府以他們的無牌經營等等 水平不足 唯有 用粗暴的方法去拆毀了 這班農民工 其實 老老實說 改革開放之後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這些大城市的很重要的 勞動力的來源 大城市裡面的人開始新嬌肉櫃 有些工作他們不做 比如清潔的工作 通坑渠等等 做小販的工作他們不做 就靠這些農民工 為這個城市作出貢獻 所以他們 被驅趕是憤憤不平 我看過一張照片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件事 是一個很典型的農民工 他背著背著一個很大的 真是包袱 大包袱 大麻包袋 把他全部的交檔放進去 浮出面的 麻包袋口的 就是一張棉胎樣的東西 用背著 背著 這個高過他幾乎是 一到兩個人 這個大包袱 在趕路 前面就 背著 抱著 他一個出生沒有多少個嬰兒 不夠一歲 在趕路 這張照片 你看完之後都覺得很心酸 用低端人口這個字 北京的官方就不承認 不承認就是用這個低端人口 不過他就認為這個排查 這個消除所謂隱患這個做法 做得不夠好不夠細緻 但是不認還需應 因為 亦都在網上流傳 低端人口這四個字在某些區份裏面 由政府 掛一個橫 額 出來 清清楚楚 就要寫著 清除 低端人口 好 也都查過在若干年前 可能是五六年前 北京的官方報章 是常用 這四個字 低端人口 當時還未發生這些 用粗暴的方法驅趕外來人口的事件 所以大家就不太為意 我看完這四個字我心 非常不舒服 我想起誰 想起希特拉 希特拉為何屠殺猶太人 為何有四百萬猶太人死在這個讀氣室裏面 OK 其實都認為他們 是劣等民族 相對於日二萬民族 他們是劣等民族 如果 翻譯成中國的說法 這些就是低端人口 是嗎 不是低端人口 他覺得猶太人是低端人口 不過當時被 屠殺的猶太人不是每個都好像農民工那樣 又沒有錢 又沒有家當 又沒有屋住 很多很有錢 他就是這樣用這種方式 去掠奪他們的家床 這個就是希特拉的做法 但是 請大家記住 當年的希特拉不是只是殺猶太人 他真的殺了很多 現在在中國 定義上面的低端人口是什麼呢 有兩種人 令我的印象很深刻 一種就是殘疾人士 肢體殘疾的 精神殘疾的人士 很多精神病人 有肢體殘疾的人士 被屠殺 集體屠殺 第二種就是同性戀者 他認為這班人都是低端人口 都是劣等人口 所以 從優生學的角度 不應該讓他 繼續存在 不應該 給他的遺傳基因他的DNA 繼續傳下去 他的下一代 他們認為 殘疾 如果是遺傳的 他當他是遺傳 精神病 當他是遺傳的 就是 殺無射 同性戀 他認為這些是病態 殺無射 所以 這一班這些 剛才我說的殘疾 同性戀 被屠殺的事件 可能因為他們的話語權 比較少 都死了 也沒有人跟他說話 所以 在歷史上 著物 不多 講到這裡就好像 跟香港有什麼關係 有 其實香港特區政府 做一些事情或者某些香港人 的一些言論 其實跟大陸政府 低端人口這個說法 沒有什麼分別 好記得 譬如 露宿者 OK 深水寶明哥 他那時候起家 派飯給露宿者 大家還記得 是嗎 有一個爭議 我都不知道區議會有什麼討論 或者什麼地區組織討論 不要派了 你派飯引了這些人來 令到整個這個深水寶的市容 受到很大的衝擊和影響 他沒有用低端人口 引起這些人 什麼 露宿者 無家可歸的 骯髒 是不是 地區領袖 區議員 其實是用這個態度去看待 低端人口 香港的低端人口 還有 政府一樣 不止一次 在深水寶或者荃灣或者其他的比較窮些的地區 有些露宿者集中的地區他們以洗太平地為名 天未剛就去洗地 我記得有一年 很冷的 淋濕了棉胎他們的家當 他跟北京政府 一線之差 其實都是趕的 不過就不是用趕 明目張膽地趕 是用水 整濕別人的東西 別人不走不行 說他們影響的使用 有頭髮誰想做垃圾 有屋住誰想睡街 對嗎 你不去了解一下他們 為什麼要睡街 不了解一下他們 背後 整個歷程是多麼辛酸 是不是有病 甚至有些人說很多都是吸毒 可能是有的我的觀察都是有的 但是 為什麼會吸毒 為什麼會有酒人 背後都有原因 有些人說他們不想 不想上樓的他們覺得不夠自由的 我說不相信 不想上樓的不過如果你說去到那個地方 又規定他幾時睡又規定他幾時起床 這樣的話 當然是不會入去露宿者之家 我們要了解社會低層的人 究竟 從那裡來往那裡去這個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研究一美就用驅趕的方法 跟大陸政府 有何分別呢 再說得遠一點 香港可能遲些越來越多些低端人口的地區 例如你公屋政策 如果新的公屋不起 或者新的公屋起了之後就用來賣 不是給一些輪候公屋的人 住一板 救荒野人遷入 以後那些 有幾十年 五六十年三四十年歷史的公屋 就變成低端人口住的公屋 是不是 貧民窟 低端人口就在那裡 大家可能走過 我們都不要走過去 再說遠一點 遲些香港 我告訴大家 高端人口就是在香港住的 因為房子越來越貴 OK 動一點就可能是幾萬元一呎 普通市民怎麼做 豬底氣呢 高端人口才 只是在香港住的 高端人口到哪裡來的 大陸來的 OK 香港的低端人口到哪裡 大灣區 遲些會不會這樣 我沒有水樽球 我又不是預言家 我就這樣看 可能不出 二十年三十年 這種情況 是會出現的 大家 小心點 這個日子就 原來去年十月開始 這個channel 深植口快 這個channel就已經是放了上youtube上面 到現在呢 不驚不覺 一年 一周年 我在這裡 衷心感謝我們各位的 觀眾聽眾 對我的支持 大約三個月之前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有個月定的計劃 用實質支持我 反應是 良好的 亦都反映到 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 本來是香港人 不過移居了去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 其實都仍然是深 深係香港 他們在海外 都是 很支持我 也是恆常地 上去這個channel那裏 看 我對香港的一些 時事的分析 當然 有了大家的實質支持 我就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大了很多 這個支持我希望不會間斷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 有很多方法 就包括 用一個月定計劃 你去這個網址 這個是我的blog 你去到 用網絡版就看到 用PayPal的月定方法 你說我不想月定 我想一次過 你用PayPal 可以一次過 通過這個PayPal 去支持我 這個方法 也可以 另外當然你都可以 入我的銀行戶口 把 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入銀行戶口 我也是相當歡迎的 如果你想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你可以通過Facebook 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很多人都這樣做的 就是 寫滑線支票 抬頭寫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字 寄去 以下這個地址 我都會收到的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一年了 繼續支持我 希望我也都有一個動力 繼續 做這個 深藉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形勢 香港的言論自由 其實是 越來越 惡劣的 我是 盡我少許的勉力 希望 在香港 留在香港的或者移居了海外的 香港人 對於香港的情況 有一個不同的了解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 通過不同的角度令到自己的頭腦清醒一點 然後做一個明智的決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